小屁 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你别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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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咸菜 你妈给你做的咸菜 我们顺路过来给你送过来的 别都站着了 坐下吧 坐下 叔叔 赶快给你妈介绍教绍 这位是谁啊 这是我男朋友 靳叔川 靳叔 叔叔 阿姨 男朋友 怎么从没跟你说过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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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吧 好 小剑是吧 小剑是吧 多大了 在哪个单位啊 今年三十 在 是消防的 站长 特刑站 消防特刑站就是 负责处理一些重大救援事件 那岂不是很危险 酒店 这这这你们准备这么多菜啊 还有火锅 对 试试火锅 试试火锅 叔叔 阿姨 你们吃饭了吗 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 好啊 咱们这 边吃边聊好不好 吃什么吃 我可吃一下 来 我来 我来 吃个饭 我忘了站里面还有工作没做完 要不你们先吃 我先回去一下 看得进去吗 人都到家门口了 你不让人进来 合适吗 让邻居看见影响多不好 爱谁看谁看 反正我不见他 吃饭 哎呀 我不吃 没心没肺啊 人家孩子在 走廊里都站了一上午了 他爱站他就站着呗 你是非让这邻居看咱们家笑话 是不是 你去告诉他 我不会见到他 你去看看 叔叔 小金啊 别在这儿等了 回去吧 你阿姨的脾气呀 我了解他今天不会见你的 听叔叔话 今天先回去 没关系的 叔叔 我只希望用我的行动 让阿姨感受到 知道我的诚意 让他知道我可以照顾徐兰 我希望叔叔和阿姨 也可以给我一个接受考察的机会 徐兰的终身大事啊 我们当然是要慎重的 是吧 是 这样吧 你啊 今天先回去 等你阿姨的这个气消了 你再来 好不好 好 那这些我 我放门口 我去放在门口 再见 叔叔 你是要 那你 你 你 你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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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有事 没事 我 我是来找个人 找谁 咱们消防站的战场 近石川 找石川呢 那您是 我叫徐承运 是近石川的好朋友 您是他的领导吧 我是淮港消防救援支队 特勤大队的政委 政委啊 您好 一会儿 石川就在那儿 我去给你叫来 不不不 我呀不想让他知道我来 我呀就是想看看啊 小金这孩子平时啊 生活呀 工作呀 为人处事怎么样 您觉得小金这孩子 靠谱吗 靠谱 绝对靠谱 石川是一个好站长 而且还是一个 很有希望的年轻人 我今天的训练 石川呢 有一定的难度 很有责任心 我们待会儿 工作充塞 我说两个意思 为人认证 关键是还重情义 上次有一个女记者姓 对了 跟您同性 也姓徐 徐记者被绑架了 救石川 舍命把她救过来的 您说 她救的那姓徐的女孩子 被绑架了 对 当时那这石川啊 腿受伤了 而且伤势挺重的 快快 但是她知道消息之后 不顾自己的伤势 拼了命地 把女记者给救回来 您觉得这孩子怎么样 快进去 进去 好 好 好 进走 好 我觉得呀 小近年孩子不错 一看呢 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你看 第一次来咱们家表决心呀 我就能看出来 有耐心 有毅力 跟我当年一样 是个善良正直的人 我觉得 咱们家丫头的终身大事啊 可以托付给她 要不 咱们再给她个机会 再观察观察 了解了解 了解什么呀 我这么多年 对你了解的还不够吗